台灣民眾黨LINE官方帳號上線囉 立刻點擊資訊欄連結 跟台灣民眾黨成為好朋友吧 大家好 歡迎收聽笑肉粽的重點人物系列 這是我們這次已經睽違已久 之前都是錄那個台北市啊 各種話系列 那我們這次終於請到 中南部的朋友一起上來 就是之前都很難請啊 這次他們終於願意上來了 我們的余三姐邱余三 嗨 大家好 我是來自台中北屯邱余三 現在呢我們要來聊 現在 過去 未來 我們如何的來服務民眾 服務大眾 Yeah 邱余三 熱誠有盡 我要當民眾的靠山 Yeah 還有以及我們的新任 新任最近就是可能會比較延上一點 因為他最近剛跟我們的高宏安女生一起拍片 不好意思啊 那個鏡頭前的各位 我知道你一定瘋狂的在 說我自肥這件事情 順便 對不對 等一下給你時間好好的解釋 現在先放過你 以及我們的歌手 就是他出過四張專輯的葉諾帆 哈囉大家好 我是諾帆 欸不對不對不對 什麼叫做很難請的台中 我們都很好請好不好 是你不邀請而已 沒有我覺得你們就是就比較不願意上來 而且感覺就有點 這句話有問題 真的嗎 沒有沒有沒有 開玩笑的啦 就想說終於可以請到你們啦 來很開心這樣子 是 我以為歌手進場都要唱歌 欸 你不要再挖坑給我跳 你不是很長就進場的時候就開始唱歌 然後開始麥克風拿起來是不是 我是諾帆的粉絲 我是諾帆的粉絲 言論的心本 欸 不會太好Cue了吧 對啊就是要這種綜藝感 你是不是錄那個 主席的那個唱片的時候 也被說你是那個專業在屌打業餘的 我好像有聽到這種言語 不要這樣子這樣子 怎麼有一個專業來 這亂嗎 來亂入這樣子 亂入這樣 不應該用那個專業的來跟業餘的比 這是不對的犯規 不對的 那個到丁嘎裡面 你是不是唱很多的 對我好像一直有印象 聽到你跟高委員的聲音 就整首歌都唱啊 欸所以你們兩個 其實跟高委員都合作蠻多 我現在應該身上的劍都還蠻多的 嗯 好 應該插滿了吧劍珠 劍珠 對 你是說劍拔的意思嗎 這種劍拔 那我們現在來聊聊說就是 為什麼大家會想要來有參政 那你們之前是做什麼的 我知道余山姊她其實現在還在公讀博士對不對 而且你是理工女嗎 我是教育 教育 我是公教系 然後因為我們有分成產業跟教育 嗯 我是讀教育組的 喔 所以就是你基本上還是偏穩住 欸比較對比較穩住 沒錯 那你之前在就是在念博士之前 我看你好像也有在觀光業做過的經驗 那你就是之前會不會受到什麼疫情很嚴重的影響這樣子 喔說到這個觀光業 其實因為我現在也是台灣區觀光聯合會的秘書長 那在我們這個觀光業的這個產業 像 像游覽車啊 游覽車真的很慘欸 那個在疫情的時間 我聽過好幾個老闆講 我跟你講他們每個月都賠錢 嗯 賠上百萬 國內旅遊 完全沒有人遊覽 嗯 對 所以我們在 欸我們上次在那個兩三個月前 高委員啊 也是到台中來 我們有辦了一個 如何救觀光的一個 一個座談會 對我們有辦 所以呢在這個觀光產業我想 包括旅遊業旅行業都很慘 嗯 對那我們也是希望說未來政府要怎麼樣來救觀光 嗯 這個議題是我們很關心的議題 嗯 所以你有因為就是你自己本身觀光業受創 所以決定讓你要參政嗎 這有絕對的邏輯關係嗎 還是本身 我想是這樣子 這個觀光業也是我這一次主要選舉要打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政見之一 對我想 欸我們主委經常講 拼經濟 最實在 就是說大家講了這麼多 講了這麼講了這麼多的政見 人民都沒有錢賺 生理沒地做 嗯 大家都沒生理沒頭路 那怎麼辦 嗯 對不對 租金都繳不出來了 學費也繳不出來 那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現在主打的議題 我們在打就是 因為像在我們北屯區裡面 有很多 攤商 他是沒有在一個 合法的位置做生意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可憐 像我們最近我們都一起 我們都一起到那個大坑的 一個九號步道去服務 這些攤商 那原來 這些攤商全部都是 不合法的位置在做生意 他們可能一天賺一千塊 然後就要被警察開單 開兩千塊 那所以我們 我們那個四黨部這一邊 我們最近很關心 就這些攤商 我們如何去輔導他們來合法 那我們如何去幫助他們 就像九號步道 是我們 我們整個大台中 不管是南屯 太平 各區 很多的鄉親 都會來這裡爬山 我們這個地方目前 連一個遊客中心都沒有 應該說 它算是一個台中指標的地方 就是大台中的花園 那其實其他縣市來台中 也都會往那個地方去 對 對 所以我們 我們現在很著重在這一點 交通 對 我們為什麼要著重觀光 因為觀光關係到很多的產業 經濟 商業 對不對 經濟來源都從觀光開始 游覽車 還有旅遊業 而且游覽車一輛車就要 快一千萬 然後這樣子錢花下去 其實可能有些都蟹本無歸 是 對啊 餐廳業啊 網路也各方面都是 去年正嚴重的時候 應該很多游覽車都賣掉了 真的 因為那個很多司機大哥 其實都是 邊貸款邊買那台車 對 他可能沒有跟公司 他可能自己買一台車 對 跟計程車一樣 那一樣 他一個月繳那麼多錢的貸款 他如果還不出來 他就真的只能賣車 對 真的很嚴重 非常嚴重 對啊 那像新任跟若凡 他們其實之前都是有一些 比較偏是影視類的一些經驗 那其實會 為什麼會突然想要參政 新任之前是一個 是不是百萬的一個網紅 然後也是一個製作人 然後同時企劃 稱不上網紅 對 我只能說 我其實一路走來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應該說從我上學開始聊起 我就是一個比較愛亂搞的人 不能說愛亂搞 不服輸 你有很多的想法 對 我有很多 錯詞錯詞 我有很多想法 我最近常被糾正 他說你想要當名義代表 那個錯詞 然後到時候被放大你就完蛋 對 我就常在思考 我其實大二的時候我就創業了 對大二的時候創業 那時候我就 我那時候以前很喜歡玩摩托車 我相信我同年記得都在大學生的時候 其實都很喜歡摩托 那時候會自己洗摩托 是喜歡機械還是想要爪帥 沒有 是單身 覺得那個東西很寶貝 我們要把它洗乾淨 對 老婆一樣 對對對 那時候沒有女朋友 那個機車或汽車 對我們來說是第二生命 你們會非常愛護他 那時候我就洗機車 洗洗洗 我想奇怪 為什麼都沒有人做這件事情 對 我就毅然決然說 我就來做這件事情 其實我大學的時候 讀的是企業管理系 所以我那時候我就 你知道大學生怎麼付錢嗎 我就開始寫企劃書 跟我同學募資 對 還真的有人幫我 你知道嗎 募資 對 我們就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慢慢慢慢的 我們就開始轉型 轉向一般的傳統油車維修 那又開始到 是有實體店的嗎 是有實體店面的 對 然後後來我們又去轉型 轉成現在比較多人知道 就是電動車維修 那我就會一直想要挑戰 像我就會很好奇說 那我想要推廣這個電動車 我推廣電動車是一個 很特別的機緣 就是我會覺得那種傳統的油車 怎麼這麼 就是排管聲音比較大 或者是那個鹽 我們提供綠燈 就噴到自己臉上 我就覺得這很不環保 又臭 然後我想這個新的跨世代產品電動車 似乎是一個 未來我們可以去努力的東西 那我們就去做這個產業 那這個產業一開始做 它其實很小眾 它是小眾市場的 那時候大概是 方便無瑕幾年前 那個時候三年前 對你有騎電動車嗎 你好年輕喔 對我很年輕 你這樣 你這樣我要去拔劍 我要去拔劍 我要去拔劍 沒有上次大眾走 有一個那個勾勾羅的 就是你車 對 那些車子都是我們新鮮提供的 對 因為我很喜歡去推廣一些我認為 比較有趣的事情 或者是對的事情 你看我努力去說服一個人換電動車 那我們就少了一支排氣管在路上 因為我們台中其實空污算比較嚴重 對 我就覺得說 那我努力朝這方面去努力 我少一支排氣管 就盡一份心力 對 這跟我們黨很努力在推廣 那個勇去台灣 對 它是沒有辦法經過一個大事件 可以瞬間扭轉 但是可以經過很多小事件 去慢慢慢慢改變這整體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的事情 我就去做 那做這種小眾市場 最怕的就是別人不知道 所以我就慢慢去 那時候三年前還算小眾 對很小眾 你一直到現在 它其實都算小眾市場 那我們只能透過一些 比如說照片 影音去推廣 所以像很多人會以為 我的正職是在做 比如說做媒體影音 但是其實我是為了 我的最根本的行業 去做這個東西 所以你本身其實主要強調的 就是永續台灣這個歡報的概念 然後再去開設那個自媒體的頻道 那結果越做越好 對 所以很多人會找我去聊一些 關於永續的題目 或許永續是我的專長沒有錯 我也針對這一塊做了不少功課 但是其實它還不構成我真正想要 參選的原因 對我參選的原因 其實講出來我自己都覺得 很心酸 就是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我到現在我認為 我還找不到一個真正去支撐我參選的一個心 你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這是對的事情 趕快做 千萬不可以停 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包括什麼社區改造之類的 對 對對對 我是覺得還不錯 因為對的事情 我們就努力去做 這個也是 當初我加入民眾黨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對 其實 對政治一開始是比較陌生 應該說是陌生 我根本不知道在幹嘛 這些人在幹嘛 你還好你是陌生我是武改 對 你是現在那種年輕人 但是其實以前我們一定會遇過 說要不要幫幫忙什麼的 比如說李林長來跟你揪 對 要什麼小朋友要吃營養午餐 就有五百一千他慢慢揪 其實我們那時候就已經慢慢踏入政治 其實你不知道 對 所以才會有一句話 大眾事務 對 為什麼說政治落實在生活的每一天 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的生活周遭很多都是政治 那看你去怎麼解讀 對 那對我而言 我覺得這種小事 它不應該叫參與政治 對 其實我參與政治的動機 我們之後待會可以聊一下 可能要多給我一點時間 所以我覺得我這樣聽起來 我新生其實還是很古道熱場的感覺 就是你從小你就有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雖然那時候可能你不一定就是說 你就是想要踏入政壇 可是你就是很想要幫大家做很多事情 然後這樣就慢慢的就是越做越多 所以你其實你的動員能力非常強對不對 對 其實你看你大學大二就在募款 然後上次大眾總你其實也非常多人到 然後非常多勾勾勞 對 應該不是說動員能力很強 就是我比較 一呼百應而已 對就是說我今天想做這件事情 會不會有人想要幫忙 對 其實我也會擔心 因為都沒人來怎麼辦 其實大眾總那一天啊 是這樣子的 原本想說不然找20個車友就好了 對 結果最後其實抱針你知道 我那天如果沒有控制 我跟你講失控了 那天後來回應我大概有100多個車友 但是我們走在 我們只是想要去騎一段宣誓說 我們真的有永續台灣的決心 對 不然你看你把他弄太多來 那到時候又阻礙交通什麼 所以其實我後來就把他控制在20 對那天又下雨 所以比較危險 我覺得事實上是這樣子 你只要認為你是對的事情 你就努力去做 一定會有人去挺你 但是他挺你可能是無形的 但是當你想要的時候 他會出現 其實我們在走這段路的過程中 這段感觸我還蠻深的 我還蠻深的 所以 我還是會 現在默默的就會講出阿伯的名言了 對 我跟你說 那個真正 做對的事情一直做就對了 一直做就對了 真正帶領我進入民眾黨的 其實是我們的主委 我們的前主委 就是仲橋 對 就是仲橋 對 你如果 你其實如果說在南屯 他以前 我們市長不在南屯 他很常在南屯活動 其實我是在某一天的路上去遇到他 對 然後他就說 有機會要不要來聊一下 我是被陌生開發的 你知道嗎 那時候他就知道你的嗎 在路上遇到你的 他不知道我 對他不知道我 對他不知道我 你知道為什麼他會 我們會遇到嗎 其實是因為這樣子 我們在做一個非常特別有意義的事情 叫做那時候疫情 在去年的時候很嚴重 五六月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那時候很嚴重 可是我就發現奇怪 為什麼 都沒有人有動作 大家都是米 都米在家的 那三不五時 一聽到哪一個鄰居家怎麼了 我巴不得把他家封起來 我相信那時候都有新聞 獵巫 對 會開始獵巫 那都會把他封起來 對 那我就想說 那我們可不可以做一點什麼事情 對 我真正的啟發點是什麼 我看到髒話 有人開出那個戰車那個新聞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他在半夜的時候就替他消毒 對我說 奇怪 為什麼髒話都有這種 又激起想要服務大眾的心 保護家園的決心 那為什麼台中沒有人有 對 所以那時候我剛好也在南屯 我工作在南屯 我家也住南屯 那我最快的方法就是 來我們就直接從南屯做行 我們南屯25個里 我就直接找說 有沒有朋友比較敢衝的 比較不怕異形的 而且他當時是還沒有決定要選 那時候不是產選 他是服務的心 對那時候不是產選 對我就說就有幾個朋友說 要不要組一個義勇軍 大家覺得怎樣 沒有薪水的 想好再來 對就剛好 我們就說默默默默的 就直接把我們整個南屯25個里走完 因為那時候剛好 我有好幾個好朋友在清潔隊工作 然後他們其實都有在講 大家私底下難免抱怨 對你清潔隊的人力編制就這樣 你不可能因為疫情 又突然間招募了100個在做足跡消毒 不可能 所以他們也只是只能大概大街小巷走過 他們就抱怨說那哪有用 真正需要幫忙 可能是那些社區的一些角落 公共設施 不管是垃圾桶 小到垃圾桶也好 電梯按鈕也好 那這些人誰要去做 不可能他們去做 沒有這個人 我說好交給我 我來做 對後來我們就開始走 我們走了大概兩個月 我們整個南屯 只要是有需要的地方 我們幾乎全走完 每天 對每天從早到晚 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那時候得到 甚至還沒有想要出來選 就已經先把每個里都已經走完了 那時候就納悶了 對為什麼沒有人這麼做 那我就想說好 那我們來做 後來我得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 就是什麼叫做蝴蝶效應 因為不是你不做 不是大家不做 而是沒有人去起頭 沒有人帶頭 對沒有人帶頭 對 那時候我們一做之後 那剛好 因為我一個記者朋友說 來來我幫你發這個東西 人家來採訪 我做這個又沒有要幹嘛 採訪幹嘛 一個紀錄 這個我們記者是有興趣的 好紀錄完之後上去之後 他做到被記者看到 我終於知道什麼叫做蝴蝶效應 我們當區的議員 馬上跟消毒公司配合 你有需要大樓全部跟他登記 他全部都去 跟著你去 我就太棒了 我要的就是這個 因為我根本沒辦法走完 對我要的就是這個 對 所以後來又有一個議員 也是當區的 他直接買一個次氯酸水的製造機 因為彩蛋還有服務處 無限供應 我要的就是這個 因為我沒有那麼多錢 去請什麼消毒公司 我有的就是 我當初整個設備買一買 就大概是一萬塊 就大家好朋友 三姐金有空間 三姐資源 NOVA沒有空 NOVA沒有空 我要 就講好沒有錢的 大家努力一點 因為我們有的就是體力而已 那只能這麼做 我覺得喚醒了他們的一些良知 也不錯 既然你都是現任民意代表 你怎麼會放任這種事情 沒錯 不管 然後放在那邊 就讓他繼續發酵 對 所以我覺得我這個發酵點也不錯 後來他也找消毒公司配合 那個也買次氯酸水製造機 我覺得欸好就是這樣 這是要的 所以其實現在他很勵志 就是說有一件 如果你想要做一件事情 其實開始做 就真的會有人跟著你 那同樣非常勵志 其實也是諾凡 諾凡是我們的生命鬥士 其實 也是非常的曲折離奇的 其實我還蠻不無正業的 那你的本業 其實到底本身是什麼 我一開始 在當歌手之前 一開始其實我高中讀的是農業機械 所有人都沒有想到 理工男 然後大學讀的是自動化控制 我的第一份工作 是技嘉科技的工程師 對 你是工程師 對 我們很失欸 那你還蠻跳動的 我說的是 對 完全沒有想到 所有人完全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你怎麼會跑去當歌手呢 還發了四張專品很多欸 對 然後那時候 其實我技嘉科技之後 我那時候是跳去做演員 喔 對 我那時候是無名小站 啊 洩漏年紀 喔 無名小站 差不多的年紀 對 就那時候人家在無名小站 就是找到我啦 去演偶像劇 那時候開發了我一個 哇 我覺得 當演員 想要表演 對 想要表演的一種 也不算表演 因為我覺得是因為 人生嘛 人的一生 只有一種人生 你只能過這個生活 但是在演戲裡面 嗯 你可以過好多 不一樣的人生 我就覺得 哇塞 這好精采喔 我喜歡 嗯 好玩 對 然後 其實唱歌這一回事 是到後來就是 嗯 因為 我覺得啦 那時候我復健 其實我為練習走路 我花了十年的時間 其實在那時候 在演戲的時候 其實人家還是看得出來 我走路不不OK 你是什麼時候發生車禍的啊 我在大學的時候 對 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發生很嚴重的車禍 那時候被 貨櫃連結車 黏在地上拖著走50公尺 那命是撿回來的 所以 那時候是 骨盆是粉碎性骨折 然後 腰椎也是被壓扁 神經差一點斷掉 然後 所以其實第一次上新聞 是社會 嚴重的社會新聞 非常 不是嚴重的社會新聞 是蘋果日報 頭版頭條 滿版 非常嚴重 對 那張報紙我到現在還留著 台灣有一句話叫做天空的小孩 他在這裡很生氣 沒什麼小孩 你知道嗎 他是整個人被 大貨車 拖在地上 很可怕 大難不死 必有後福 我覺得我的後福 其實 就是要照顧 我們接下來要照顧這些人 因為 我那時候會常在歌唱比賽 其實有一個初衷 就是我希望我成為那個燈塔 因為我在舞台上面 又唱又跳 然後甚至現在又可以運動 我希望能夠幫助那些 在社會上 任何一個黑暗角落 甚至就是像我受過傷的 這些人們 能夠看到我 然後把我當成他們的榜樣 我都可以做到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困境 你只要看著我 就把我當成你的希望就好 即使只有一個人 我覺得我都功德圓滿 對 像之前先生他其實就是 就是有一種莫名的心 想要就是做大眾事務 然後你是因為就是 大學那時候嚴重的車禍 你就覺得你那時候很迷茫 我覺得 所以你很想要 從生死關頭那時候 就是其實 因為那時候打擊很大的是 我以前是運動員 對 然後 被醫生宣判說 我可能下半輩子終身癱瘓 哼 那時候第一句話 我真的跟我媽說我想死 嗯 對 然後 醫那個 那時候加護病房又跟我媽 大概講了14次的病位同志吧 所以能救不救的活動 還不知道的狀況之下 真的很嚴重 我能回覆到現在這樣 真的是感謝老天 真的是感謝老天 那我在想感謝老天之餘 我還能為大家做什麼 我覺得就是做公益活動 所以我在當歌手的時候 我做過很多很多的公益活動 那我也都跟那些 那些單位都說 沒關係 我不收你們的錢 但你們幫我付車馬費就好 我替你們宣傳 但是歌手 畢竟能做的事情有限 可能就只能唱唱歌 服務一下人心 對 那我現在 而且還要看公司的定位 對 說不定給你定位在背請歌手之類的 對 那現在我有個機會可以轉換跑道 嗯 那就代表我有可以更多的一些資源啊 能夠幫助那些真的真正弱勢的人 嗯 然後有更強力的力量 能夠拉他們一把 那你最想要幫助的族群是哪一個 其實蠻多的 因為我之前 呃 紅十字會也有幫過 嗯 然後創始基金會也有幫過 嗯 植物人 對 創始基金會那一塊 我覺得很值得幫忙的是 因為一個植物人真的拖垮了全家 對啊 照顧的人 那個都不是他們真的想要的 然後而且 我那時候去幫植物人他們的時候 他們的家人真的是握著 握著我的雙手 雙手颤抖 在跟我說 謝謝你來幫我們募款 嗯 我當下真的 我直接流淚出來 嗯 因為那個感同身受 真的很感同身受 因為 我是那個被救 救活救起來 嗯 成功的人 他們是 沒有辦法 恢復的那個人 所以 我那個當下真的 那個當下真的百感交集 很不捨 對 然後我覺得自己其實還蠻 就是蠻清一心 對 就想要幫助更多人 所以我想要幫助更多 跟我同樣遭遇的也好 或者是 在黑暗裡迷惘 迷惘的那些人都好 嗯 對就像我剛剛講 就算只救到一個人 我覺得都值得了 了解 對 所以像其實像行人啊 跟諾法 其實說算是 出生是 自獨不畏惑的這種感覺 那你們現在就是 一開始參選嘛 你們一定有做選服啊 然後有在跑選舉啊 黑白攤嘛 黑白場 你們都有 都有跑 那你們有沒有遇到一些 什麼是黑白場 紅白 紅白場 紅白場說了好 謝謝 紅白 黑白切啦 是黑白切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再不回 但好像怪怪的 我怎麼吃黑白場 哈哈 不是 人家太想吃黑白切了 是紅白場 紅白場 對 然後宇山姐之前有一些選舉經驗 之前也在親民黨都有跑過嘛 那有沒有覺得 有什麼想要傳授給兩位 剛出爐的小姬德 我覺得我們這兩位年輕人都很優秀 那當然 當然我可以分享一些啦 我覺得他們都是局一反三 而且都不用我教就很厲害了 真的是 長江 後浪推前浪 一直往前退 因為當時我在親民黨的時候是這樣子 我也是一個機緣到了親民黨 因為我個性比較熱忱 其實一開始不是我要選 只是助選員 對 一開始是這樣子 一開始是我一個很帥的弟弟要選 然後他是來跟說 來跟姐姐說 姐姐那個主席要叫我去選那個議員 然後你覺得怎麼樣 那因為我的個性本身就是熱心又熱忱 然後很喜歡幫助別人 我就帶著 我就帶著他一直拜訪 一直拜訪 嗯 欸 拜訪什麼 拜訪到最後 就是我去拜訪 就帶著他拜訪一些高層啊 里長啊 好好好 欸 拜訪到最後 欸北屯區 人家認你 沒有人選 如果沒有人跳出來 北屯區是唯一 六個選六個 同額競選 那當時的老議員說 欸 北屯區 目前沒有競爭者 如果你出來就是七強六 哇 機會很大 那個是在八年前 嗯嗯嗯 不過呢 因為我那個弟弟保守 個性保守 後來他就沒選了 那主席看到了我 宋主席看到了我說 哇 余山好活潑 而且又感覺很有親和力 欸 那應該是余山來選 嗯 欸 我當時選的時候是 本來是提名一個比較年輕的 我是後來是換掉了 然後又補上去 嗯 後來那個年輕的爸爸 還回來跟我服選 嗯 變成我的好朋友 嗯嗯 對 我想 欸我這樣一路走來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 其實就是 選舉也不一定會花很多錢 看你怎麼選 嗯 窮有窮的做法 對看你怎麼選 像我們北屯區 有很多 有很多民進黨的啊 他們都怎麼選 嗯 就是勤走基層啊 嗯嗯 你就是走出去 一步一步的走 一腳印 一腳印 一腳印的走下去 一步一腳印的走下去 帶著名片走也可以 嗯 這個都是最不用花錢的選舉方法 我覺得余山姐講的這個 真的超立志 因為其實大家 對民眾黨很多印象就是說 空戰還蠻強的 可是其實地方組織 可能就會比較弱 那其實我覺得余山姐就是 其實已經跟大家講了 你就不用怕了 就直接走出去就對了 走出去就會有人慢慢認識你了 人家常講的啦 前輩常講 選舉沒似乎啦 兩隻腳走就有了 對 這個不是用錢買就有了 對 兩隻腳都要走 一定要走 兩隻交別情 對 畢竟人跟人只要有接觸 我覺得那就是比較親密啦 對 然後看到人就是比較親密啦 對 真的有見面真的有差 這個再分享一下 就是說我最近就是比較勤走基層啦 真的是很奇怪 你在空中看到你 跟你看到本人 那個感覺就不一樣 嗯 他就會想說 欸啊我終於看到你了 之前都聽到邱鱼山 嗯 沒看過你 哇你這麼有親和力喔 好 一定要支持你 對 其實我之前 我們之前在台中大眾走的時候 我們走在前面發物資 就有攤方在講說 雨傘有沒有 雨傘姐沒有來 就是其實他們都很期待的 見到本人 所以我覺得走 基層真的好像蠻重要的 很重要 嗯 所以當然是現在是這樣子 因為有很多票 他是在大樓裡面 哦 很多年輕人 他是不出來參加一些 一些什麼活動的 他都努力的工作啊 賺錢啊 對不對 他沒時間出來 那怎麼辦 所以空站 當然是很重要 嗯 不過走基層更重要 嗯 走出去就會就會有風聲 嗯 那當然對年輕人來講 要辦座談會是很困難 嗯 對 因為座談會需要人脈 嗯 像我們若凡 我就很佩服他 昨天對不對 我多佩服他你知道嗎 我們教一下 若凡辦不是座談會 他一天辦六場 他是辦演唱會 哦 我太佩服他了 他現在就有粉 自帶光環的很多粉 他那天被我嚇一跳哦 你知道嗎 我們大家都幫他緊張 哇一天辦六場 那天還有大家的幫忙 是真的 那天其實我也嚇一跳 真的嚇一跳 其實忽然間辦了一整天六場的座談會 對 然後 我有點緊張 然後早上又太忙 我中午趕快趕過去 你知道嗎 我就陪他跑下午場 好像不用擔心 他人一久 麥克風拿起來 對 開始 自己cue自己 魅力十足 對對對 我要說 先說一下 其實那天 我很感謝我們台中的大家庭 我們每一位參選人 其實都很幫忙 那當天其實我真的很挫 很挫美人 真的 超挫的 因為我都辦在宮廟 然後我其實 我想要做的是 不要讓我們的座談會那麼的生硬 所以我把那些座談會 用唱的方式先表達 我因為畢竟我是歌手嘛 對 我到場我就先唱一首歌 讓大家 可能放輕鬆了一點 然後再來說 對 然後再來說個小故事 讓大家 覺得我好像跟他們比較親近了 接下來換我聽聽你們的聲音 你們想跟我說什麼 跟大家互動 對 那我聽進去了之後 然後再換我們的 因為那時候是 我們庇護委員下來 再換我們的庇護委員 然後 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民眾黨啊 有一些什麼理念什麼的 之類的 然後再 最後結束一個大ending 然後我們再換到下一場去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流程 所以不會讓人家覺得說 硬性的 因為 大家 刻板印象裡面 可能座談會就是很硬性的 說我講什麼 你聽什麼 我講什麼 你聽什麼 對 但是我是刻意的把 那些座談 不要用座談會的方式 就是唱所欲言 我的標題就是用唱歌的唱 唱所欲言這樣子 所以就大家可能接受度比較高吧 然後再加上那天其實 余善姐幫了我很大忙 她開了她宣傳 我幫她緊張 我很緊張 那天其實大家都很緊張 因為是台中第一場 第一場 第一場開頭的座談 那是你個人還是說 我個人 她個人 她一個人稱場 我個人 而且我剛開始認識諾凡的時候 她其實有唱歌跟沒唱歌是不一樣的人 不一樣 對 她沒有唱歌的時候 你聽她講話會覺得 她講話有點慢 可能不知道要講什麼 你可能她慢慢慢慢 你不要跟她這樣好像很厲害 要一直講一直講 我剛認識她的時候 她其實是比較閉嘴 自己想很害羞 她很害羞 可是不過為什麼 你麥克風又給她的時候 她又發現 她變得嗨起來了 活潑起來了 我一直在想她很像卡通裡面一個人物 就是烏龍派出所裡面那個本田 你知道嗎 就是一枚騎摩托車的時候 她就很文青 對啊 一騎摩托車 對她就是這個 熱血這樣 她就是一個這樣的 她經過這段時間我也發現 諾版越來越好 就是開始不需要唱歌 對 她一開始她為什麼一直唱歌 是因為她真的唱歌 會讓我有一種 讓你比較有自信吧 而且沒有 而且會讓我覺得 我跟她的內心 我們拉近 會比較容易拉近大家的距離 對 她是真的誠心誠意 想要跟大家來講 對 我會叫誰 我真是很講話 但是我真實在 其實很適合用在諾版身上 其實我常常那時候 還比較不太會講一些論述的時候 其實我常常在台上就說 不好意思 我比較難說話 所以我先唱歌給你聽 對 我就這樣跟大家講 然後你就變成她的粉絲了 先成為粉絲 那會不會就 有沒有那種情況 是大家聽完整場那個座談會 都不知道你要選舉 有可能 對對對 可是不會啦 其實我就會 我會帶一下 其實我有一個很重要的政見 我都有一個主軸 我會有一個主軸在 就默默的洗腦 就是慢慢的灌輸這樣子 就默默的洗腦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 當時我們委員都被她感動了 你知道嗎 我們在她辦到差不多 她辦到四點 所以辦到大概十一點的時候 委員就很緊張 就趕快錄影 直播 上電視 發新聞 大家超感動的 其實一動就是所有的資源 都跟著動起來 那你們現在其實就是 這樣子這樣跑 你們有沒有一些甘苦談 一些有趣的事情 辛苦的事情有沒有 欣甄 你說我 我真的覺得 你要落淚了嗎 稱不上是有趣的事情 因為甘苦談比較多 對 應該說所有的甘苦談 現在講都只能說是一個過程 對 說真的有時候那種心裡苦 也不知道該怎麼跟大家分享 對 應該說我最終 我還是想要有一個很厲害的東西 其實很多人 我常常在選區走 最常有人問我一句話是 你為什麼要選 那你能幫我們做什麼 這個我相信絕對是最多人想要了解的 你再高的流量也好 你只要踏入選舉 你如果只剩謾罵 要牛肉 對或者是操縱 那其實最後選民 整個政見看完他會回歸 他會知道 你就是搞笑組的 那他就不會理你了 那我其實一直有一個夢想 就是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認為 選戰 他就是一個團體戰 對我們需要每一個各個強的人來幫忙我們 我們不可能永遠是最強的那個 我們沒辦法做所有的事情 那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未來我只要一當當選 我一直在跟我的選民講 說我還年輕 我會用我的方式告訴你 我有在做事 所以我首推的第一樣政見就是什麼 一個透明化的選服性 這個東西 對這個選服性就是 我接下來在選舉公報上面講了什麼政見 還有未來 如果他我順利當選 我把所有的政見做一個格式 我這個一號政見 我做了多少的完成的工作 進度多少 對我要讓你知道 對而不是說像一般的民意代表是 永遠他都會去鋪 畫個大餅 沒有對畫完之後 我常常遇到我們南屯 我們南屯是一個很特別的選區 我相信在座沒有一個人的選區 是像我們這麼特別 我們南屯有監獄 我們南屯有焚化爐 這個都顯熱設施 水肥廠 然後水資源中心 舊的新的全部來了 雖然也有好的 我們南屯有什麼 我們有百萬夜景 旺高樑 我們有文新森林公園 我們有IKEA 我們甚至有迪卡農 這些都是大家想要的 但是同時也聚集了很多 大家不想要的都在我們這個選區 那我們還有什麼 上次我才提到的 我們我發現了一個非常特別有趣的地方 我去爭取 去澄清 我們一個都市 我們南屯其實是 目前在台中算一個比較市中心的位置 你有看過市中心有高壓電塔嗎 高壓電塔超高有沒有 真的是 就樹立在你們 在市中心 為什麼以前的老藝人都沒看到 弄不掉啦 都沒看到 不是弄不掉 不是弄不掉 是從來沒有人提 37年 整整 都沒看到 對 都沒有人提 我們一發出會看 既然有人問我說 南屯的高壓電塔在哪裡 我傻眼你知道嗎 我們這個區域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會好奇 我們連爭取一個國中這麼簡單的事情 學校預定地都有了 爭取的快20年 爭取不出來 但是可憐的是什麼 不能說可憐 有預定地沒有錢 可悲的是什麼 我們這20年的議員從來沒有換過 因為其實就像若反講的 任何一個選區不是藍就是綠 你怎麼樣去進入 難啊 武黨籍怎麼樣去勝選 難啊 對啊 你說 雖然我也知道我們認真 每一個一個敗票 我們一定有機會 但是我們不可能敗票敗4年 當然 對 所以最終他 這個選舉 還是會回歸到所謂的政黨政治 政黨政治 那我們好不容易在今年 我們有機會替民眾發聲了 那我們所有候選人應該要更努力才對 對 我們好不容易在台中 我們有將近15%左右 甚至以上的一個政黨支持率 我們要怎麼去善用他 那未來到底我們一旦民眾相信我們之後 我們是不是可以順利的上去 而不是又當一個只會鋪路 喊完口號他就結束 4年之後他做了什麼 每天只有跑脫 什麼事都沒做 有啊 鋪馬路 對 跑脫啊 喝錢的鋪馬路 對 那所以我想要做的就是 來接下來我所有的政見 包含選民的選服系統 對 我都要把他做線上化 我直接線上告訴你 我這4年我做了什麼 這政見完成了多少 可能4年後還沒有結束 但是我已經完成了多少了 後面下一屆的人只要補上 他可能就有機會把他完工 你不只就是只有你自己還可以傳承的 對 而且我常在講說 我不認為這個工作是世襲的 我不認為這個工作是可以說 我在傳給我小孩的 我要做的是什麼 我今天如果做不好 拜託讓我做一屆就好 甚至罷免也沒關係 對 那我如果做的好 拜託給我兩屆就好 第三屆千萬不要再投我 因為你一旦在投我了 那我不確定我8年後 我會不會又 進入了那個無敵的深淵 我會讓他世襲了 所以要趁現在年輕人最有想法的時候 趕快趁這個政黨 正有想法的時候 一定要趕快讓他做 我們市議員要對的是什麼 是這個整個城市 你有沒有想像 對我常常在問 我們市議員對我們的城市有沒有想像 對這個想像空間非常的多 多到什麼地方 包含一個小小的公園 都可以有想像 南屯有二至三座的超大面積公園 是超過一公頃的 我剛來這邊的時候我經過大安森林公園 我好羨慕 真的 後來我那個裡面的同事在跟我說 這個是台北市的廢 我說哇 台中的廢在哪裡 我會想要說 為什麼我們不能這麼做 一個公園是不是可以有一個主題 我們台中為什麼沒有 如果有可以拜託幫我種好 種滿這個樹 該有的什麼露營區 野餐區把它規劃出來 要有自己的特色 對要有自己的特色 那南屯的公園都很大 那我希望說 未來我可以創造一個下一代 我的小孩可以很自傲 告訴他所有的同學 或者是他別的縣市的朋友 要玩公園來我家 我們南屯的公園 是全台中最好玩的 我常常晚上都會出門 去跟那些小朋友打招呼 公園 那個爸爸媽媽帶他們去散步 我就跟他說 弟弟我弟弟妹妹有告訴你 你們現在只有散步 以後我要讓你們驕傲 要規劃什麼 整個公園 包含目前台中我還發現 奇怪 現在夏天到了 我們的大里霧峰的荷蘇里長 昨天才辦那個潑水節 對 我就納悶說 一個潑水節怎麼這麼多人 來了8000人 快潑萬 快潑萬 我們一個里長 我們大里霧峰的里長 荷蘇 荷蘇里長 他辦一個潑水節 竟然湧入了快萬人 他只不過是一個里長 我就反思 為什麼會這樣 原來台中沒有公園 沒有汐水區 對 喔 小孩子沒有玩的地方 對 難怪每一次 我們只要去星光山越 你們看到星光山越 前面 水舞 水舞 那小朋友在那玩得好 很開心 對 小朋友夏天就是要讓他動 他不可以躲在家裡 冷氣房裡面玩手機 這是我對我的小孩的期許 你不要再加玩手機 我們出去玩 對 可是你出去玩 不算太熱 對啊 要好玩啊 要好玩 爸爸怎麼又到我來溜滑梯 對 常常聽到這句話 那我們能不能給小朋友 給下一代什麼 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聽起來星人就是要完全 把目標放在讓台中 變成一個比較宜居的城市 嗯 沒錯 翻轉大家對台中的印象 對 就好 還要更好 我覺得 對 欸其實台中現在就讓大家覺得很不錯 因為台中的每家店都很大 然後馬路也很寬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沒有 很好的公園 很大的公園 這是還蠻吊詭的一些現象 沒有 你看到那個路很大 還是集中在某一個區塊而已 你只要進到稍微 二線道路開始 他又開始走中 我覺得很納悶 對 其實像民眾很多候選人 包含三姊諾凡還是我們其他人也好 都比較普遍比較年輕化一點 所以我們能吸收到的一些東西 都會比較新 包含目前比較重視 我們常常外人會覺得 我們台中的路很大條 可是當你實際走進去之後 你會發現 我們台中的道路設計 完全不尊重人 所以我們一直在思考說 我們常常會討論 如果未來我們是不是應該給政府什麼建議 人權的重要嗎 人權的重要 我覺得你們南屯的還比較好 至少有人行道 你知道我們太平 完全沒有人行道這種東西 就是人跟車要爭道 對新人非常不友善 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常常你在那個 我們太平有很多學校旁邊 那邊是沙石車要經過的地方 我常常替他們捏一把冷汗 就學小 那個國小學童 就在跟沙石車 就從他旁邊呼嘯而過這樣子 我就 哇塞 我只要學我們的阿伯 畫一條行人磚用道就好 對 這樣子就可以保護他們的安全 但為什麼我們的議員 從來都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都沒看到 這就是重點來了 就是其實台中 他完全就是一個長期被藍綠統治 對 而且他們就是 就是就像你們講的 又直接世襲到二代 是 所以你們現在有沒有想說 就是這次那麼艱困之下 你們要怎麼要讓你們選區的民眾投給你 就是在 就像你們也常常在街頭宣講嘛 那其實經過時間可能就是一兩分鐘 五十幾秒這樣子 你們要如何在短的時間之內 讓大家想要投給你們呢 來 要在最短的時間 不用最短啦 就是說你要 就是 打動人心 對打動人心 讓大家有影響 對 我想我們要如何打動人心 應該是這麼說 就是說 我們就是要做好每一天 然後我想 我先來講一下說 未來如果余山大學 我想怎麼做 嗯 我的想法跟 跟我們年輕人的想法差不多 就說 我們要提出一個很實務的一個計畫 嗯 不是不是像說 哎 你就隨便這樣講一講 嗯 而且你要本人 本人去質詢 嗯 像我們北屯區啊 我就有聽過 都是拿計畫去質詢 本人沒到 對 就是書面質詢而已嗎 對 書面質詢 本人沒到 那你覺得 這樣子的議員 可以做多少事情 因為其實我覺得有的時候 真的比較容易聚焦了 可能就是有台北市議員 大家會想要看 是 其實基本上 真的有時候電視上都不會過 大家也不會管 嗯 對啊 就大家就不太重視 質詢這個東西 像我們 我們大概整合了一下 就說 像我大坑 九號步道 嗯 大坑風景區 游客服務中心的事件 還有 剛才新任講的 就是活化公園 嗯 公園要怎麼活化 欸 台中市真的 也是有很多公園 嗯 哦 風樂公園 像我北屯就有 那個 新都 對不對 還有民俗公園 還有南新公園 嗯 那太平的公園是 哦 目前比較大是 平靈森林公園 對 對 所以公園都有 不過我發現 公園沒有活化 公園並沒有活化 像 金賊 你看市集啊 攤商啊 嗯 對啊 像這些生意人 不信任 對啊 他們都可以 你如果政府 關心他們的話 你給他們一個 合法的位置 能不能給他們 整體規劃 嗯 你看我們 我們九號步道 一天 每個假日 都是數萬人 在那邊爬山 嗯 結果 整條街 你看有多髒亂啊 嗯 不是他們喜歡髒亂 是政府沒有幫他們規劃 嗯 是政府的問題 嗯 那政府的問題是誰的問題 市議員要爭取啊 你不能 也不能整個丟給市政府啊 你議員你要去政策啊 你要拿出嫁威書啊 你要怎麼做啊 對不對 我們可以明確的 去告訴 去告訴政府說 欸 你大坑九號步道 應該是怎麼樣的規劃啊 風樂公園應該是怎麼樣的規劃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講的 討論的 昨天一個大里區就來了 快上萬人 那你看這些小孩子 假日都 那個暑假沒地方去 嗯 哇還要靠著我們的核樹 去辦一個 去辦一個 潑水節 潑水節活動 對不對 我們核樹 很有創意 很有創意喔 他 已經快變成市長人選了 非常非常 對啊 我想 應該是提出比較 方向有一個很目標明確的計畫 嗯 那我們就是盡力的來宣導 因為現在禮選舉 期間也剩下 三四個月 對沒有多久 好那 在11月26號其實是 是關鍵到整個議會的 是非常關鍵 你看 現在是一黨獨大 對 那 完全執政 現在請問所有的 所有的觀眾 所有的那個鄉親 你們覺得一黨獨大 對你們的福利 有比較好嗎 其實剛剛那個 余山姐在講的 都是交通議題 然後交通議題 其實很需要長期的規劃 那其實現在台中 明明就是長期 就是被某一些人 所 所 呃 所執政嘛 但是還是沒有 很好的規劃 其實我覺得 他們就是怠惰啦 嗯 對 我覺得一定要有一些 心血來加入 嗯 沒錯 是是是 那諾凡呢 呃 主要是 因為我覺得 我們太平啦 其實20年以來 沒有什麼變化 嗯 所以我就會 在 在那常常跟大家講說 太平20年沒有變化 那這是諾凡的心聲 那也是我在基層跑的時候 聽到大家講的心聲 嗯 那請 這一次給諾凡一個機會 也是給大家一個機會 嗯 那給諾凡這一票 也是給大家 改變太平的這一票 嗯 都會跟大家這樣說 對 諾凡想講的 也是我想講的 嗯 在我北屯區 20多年來 除了重化區 比較多以外 其他都沒有改變 你知道嗎 我北屯區有29萬多人口 嗯 現在一個 一個比較好的 比較好的菜市場 都沒有 那大家去哪裡買菜 就是現在的市場 就是很熱啊 你看像我們主席多多棒 我們在台北就有一個 有冷氣的中繼市場 這個多好 我們台中有嗎 我們台中有嗎 嗯 好像都沒有 都沒有 沒有一個比較規模 乾乾淨的市場 乾淨的市場啊 對不對 有冷氣的市場啊 這個都是未來我們想做的事情 嗯嗯嗯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我們那個 所有的鄉親支持我們台灣民眾黨 嗯 支持我們台中市的 讓一些心血活絡一下台中市議會吧 對 對 主要是活絡一些 不管是想法還是創意也好啦 但是市議會最重要 其實我們剛剛回歸到的 就是所謂的政黨政治 如果當某一個黨獨大的時候 以後其實你提出再好的議題 他光舉手就舉到你 舉出人家 你就舉出人家 所以我們常常的訴求並不是說 去講一些什麼 而是說我們想要有一個比較強大的訴求 就是利拚所謂的三黨不過半 為什麼要三黨不過半 其實我們是要讓所有的問題 可以回歸到討論 嗯 而不是在比說我們哪一個黨的朋友多 比較多 對我們永遠去舉出人家 我可能今天喔 我跟諾反提出的很棒 對於一個太平的規劃 結果一提出來 舉手舉出人家 手舉到還看不到我們兩個 只有三十手 對沒有那個 舉手舉到 都把我們擋起來 對 所以我們想要做的時候 如果任何的事情 他可以回歸要討論 討論的實質上 那其實是最棒的 你有好的想法 我們不一定要說 我們不同黨 我們不支持你 今天國民黨民進黨提出好的 來 那我們民眾黨也可以支持他 對的事情我們要去做 對的事情我們要去做 那而不是說你提出一些很帶動的方案 然後你硬要 你們自己黨的舉到 就是我們根本也沒辦法講 對那我覺得 太議題啦 對那這個我就會比較 不喜歡這樣子的操作模式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會一直自律說 我想要把所有的一些議題 可能做成一個紀錄片 或者是文案把它寫起來 我就是想要讓大家知道說 對所有的東西都會留下痕跡 我們提過的這個東西 那他的好跟不好在哪 未來我們要進市議會 我可能還會追加一個 否決我們的是誰 否決我們的是誰 都把它記錄下來 對這都是一個歷史 那歷史你不要不斷的重演 重演你今天這個黨說那個黨不好 他說他一黨讀到一直讀 到最後歷史都在重演 尤其現在紀錄又很方便 對那你就讓所有的東西都形成一個紀錄 讓所有的事情回歸到討論面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最棒的 我心目中的政治 對 我也有點好奇 就是像你們其實都很年輕 那你們現在周圍的人啊 會是支持你們出來選舉嗎 周圍的人怎麼想 還是他們還是蠻冷漠的 其實我也因為這樣子帶動我周圍的人 對政治的一個熱情 那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事情 我覺得我這邊也是 也是 本來我就說其實剛剛一開頭 我就說其實我 我自己本來是對政治無感 其實也是因為我曾經在議員 身邊當過隨行秘書 然後才慢慢接觸到一些 就是弱勢團體 然後就是社會上很多的角落人 邊緣人們 然後我才知道說原來那些人們 是平常我們看不到照顧不到的人 那透過我們如果當上民意代表之後 我們才有那些力量 那些資源去照顧到他們 那也可以帶動我們身邊的人 可以發起一些可能集資啊 然後去整你要怎麼講 就是去幫助他們 沒錯 對幫他們一把 然後讓他們脫離到那種環境 我覺得這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其實像最近看新聞看到很多 因為疫情的關係很多那個老人 其實都有被虐待 然後老人自己就其實又覺得說 喔家床不可以外揚 然後他們就不太不太敢講 我覺得這種其實 現在只要參選都可以 就就有機會去幫助這些人 是 對啊 這就是給大家 對要進議會啦 一定要當選才有機會 幫助更多的人 對那當然是就會有更多的那個 資源去從事這些事情 嗯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 回歸一下黨慶的環節 因為上次在黨慶的時候呢就是 我們有民眾黨有五大政見嘛 然後剛剛好像就是有人 就是完全不知道五大政見是什麼 然後現在剛好有機會讓大家扳回一層 要不先新政來好了 我先是 簡單的五大政見 其實我們是有小超的 可是他剛好看不到 哈哈哈哈 所以第一個先Q他 我是唯一一個看不到 其實就是社會安全 經濟繁榮 在環境永續 那居住正義跟財政機率 那我最在乎的不外乎就是我們的永續 跟居住正義 還有財政機率 我覺得你還有一點 你也很重 就是公開透明 因為我覺得你其實剛剛講很多東西 就是公開透明 這其實也很符合民眾的條件 嗯 主席的政見 對啊 對我就說多虧了我們的中橋 對又要把它拉出來 還有我們的簽署 對對對 我們以前是很照顧我們 一面之遠啊 所以他才讓我知道原來 我其實離政治不遠 其實我要不要去發聲 就這樣而已 只是我們從來都沒發現 我們離政治這麼近 對 那我覺得也不錯 你看我又幫我周圍的朋友 都好好的在跟他們宣導一次 你不一定要支持民眾黨 但是請你好好的關注 整個國家的議題 社會的議題 你就會知道到底哪一個黨有在做事 哪一個候選人有在做事 那我覺得這是很棒的事情 對啊 哪些人都在出面諮詢 對啊對啊 你就把它全部拉出來 其實台北好像還沒有這種團體 你知道自從我開始去接觸之後 我才發現我們台中有 還有一個團體 是專門在監督司 有 對 他會告訴你 他會告訴你今天出席的 哪幾位失憶 哪幾位沒出席 然後哪幾位出面諮詢 是民間的 民間的 對 那他有政黨的厲害嗎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 這個很好啊 這個很棒啊 對對對 你不管藍的綠的 或是我們民眾黨的 有提名的他全部幫你廣告 對 然後就說我們民眾黨這一次在台中提了哪11個人 那國民黨提了誰 民進黨提了誰 這個選區有哪幾個人 他都幫你講他很中立 對 但是他主要就是在替我們監督司議會 只要有誰敢請假 他就把他PO出來 他也不怕 他就把他PO出來 說誰誰誰又請假 會被施養 正義的正義姿勢 目前是沒看到 可能沒人找到他 還存在著 對還存在 他就告訴你說誰又請假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棒 非常好 其實我們的國家一直在進步 只是說可能進步的速度 不如我們預期 那其實我們想要讓他更大刀闊斧的改變 那更快一步的進步 向前邁進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好事 那我相信未來對我們的下一代 絕對都是最棒的 那我也期許我們的政治不要再世襲 所以我很佩服我們的主持 你看他台北市長接任了 他不會說我叫兒子出來選 不會啊 你看他也是說他選了一個最棒的 我預期中要接班的人有三個 那我再從這三個裡面挑出一個最棒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 現代政治所需要的一個東西 而不是說用要去講說 這個是我兒子我叫他出來 還是說這個給我很多錢 還是這個是黨支持的中華人員 再推他出來 我覺得那個都是不對的 新政是一個非常好的參選 因為其實主席一直在講說 就是為政一定要有長期計劃 像台灣真的就是兩年被 被選舉綁架一次 那我覺得你真的是完全有想到 你智慧人的發展啊 你都已經有自己的規劃 那我想余三姐一定五大政經 都會記得非常熟 我們現在考驗上次比較拉撒的諾返 好 首先就社會一定要安全 經濟才會繁榮 然後繁榮之後 環境就會有 才會有辦法做到環境永續 環境永續之後 居住就會得到正義 居住正義之後財政才會 財政財政財政 財政財律 財政機率 對 財政機率好之後 才會回歸到社會又安全 我覺得這是一個完整的循環 對 那我自己其實主打的是 居住正義 所以我真的 因為年輕人很在意這個 非常在意這個 因為很重要 我現在年輕人 呃 呃 面臨到一個非常糟糕的狀況 就是呃 工時長 對 薪水低 然後買不起就不用說了 真的買不起啦 現在 就連想都不用想 真的連想都不用想 一定買不起啦 那大家可能 甚至租不起 租不起 對 你說對了租不起 租不好 也租不起 也租不好 然後又租不到社會住宅 對 然後甚至其實 我這一次其實還蠻想要 就是討教我們主席很多事情 就是關於社會住宅 對 社會住宅這件的事情 因為我們台北的社會住宅 其實規劃的蠻好的 那我們太平 其實台中目前有完工六處社會住宅 但是太平明明不是市區 它就是台中六處社會住宅裡面 租金最高的 而且是入住率最低的 我就覺得 為什麼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它明明不是在市區內 但是租金卻高到 其實 第三年 租不起 完全租不起 三房型 第三年一個月可以到 兩萬 兩萬二 兩萬三 這根本就一個 年輕人的一個月薪水 就是它失去社會住宅的意義 完全失去了 對啊 你應該是要讓人家租得起 然後有辦法好好的生活 存得到錢 對 你根本讓人家沒辦法生活 甚至一對年輕夫婦加一個小孩 你公托 現在這也是一個大問題 對 公托可能住 那個小朋友在三點就下課 你爸爸媽媽不可能那個時間下班 沒錯 公托之後的延托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嗯 那像可能我們那個時代 我們那個年代 不要這樣說 我們年紀差不多 沒有 就我們 那時候可能 其實 只要說啊 就現在 比較之前建的學校 大概都知道以前建的班級會比較多 嗯 那現在其實空的班級很多 那那些班級怎麼樣去活用 那甚至 因為現在的學校的老師 其實他沒有 沒有刪減掉 嗯 其實老師的數量還是一樣多的 那怎麼活用那些 老師跟教師們 這是我們可以討論的一件事情 嗯 對 那那些小朋友們 可不可以進入我們的國小 然後做一個延託的措施 嗯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應該可以好好去想想 怎麼樣對我們社會有一個 更好的適合的環境 然後還有更好的想法 嗯 對這個是我最注重的事情 我反正最注重的就是居住正義 跟我們未來的孩子的教育問題 對 現在台中的人口結構會比較偏向怎麼樣 其實看區域啦 那你 聽不到一樣 你以居住正義這個議題來說 我認為啦 我認為是應該說現在制定這個規則的 因為你要住社會住宅 其實是政府 市府提出方案嘛 那議員會去審核說 那這樣行不行 那我認為是審核這些人的頭腦 怪怪的 對 莫凡我跟你分享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前陣子的新聞 是蔡東市的 那他說申請的那個年所得 原本好像是120或130萬 對 我想問諾凡 我想說 一年一個人一年有沒有辦法算到120 130 既然有議員質詢說 你這個太高了 要降低 那我們才有人有辦法去申請 我其實很想要講 其實為什麼居住正義這個議題 我會特別的 其實我講下去我可以講三個小時 真的 因為這個是我參選的初衷 我大概跟你講一下 為什麼我會對居住正義這個議題 特別的敏感 就是其實我本身是一個小公司的老闆 那我身邊一定很多 跟我很多年的好兄弟 對 你會不會想說奇怪 我這個好兄弟做了跟我七八年了 那他現在連房子都買不起 那到底是老闆的問題 還是員工的問題 我會去思考這個問題 對 其實我講我一個好朋友 他是我高階主管 他大概兩年前 他想要買房子 那時候價格喬到一個1300萬 1300萬對於一個月薪 有過大概八九萬的人來說 其實不是什麼負擔 結果他最後可能差一點點頭七塊 可能跟家裡討論 爸爸又覺得怎麼房子現在這麼貴 他可能被騙了 那我就跟他說不會 你現在不買可能會再漲價 對 結果兩年後在同一個社區 樓層不一樣 還比較低一點 大家都知道樓層越低越便宜 對 他還有比較低一點 不好意思 漲兩百萬 更貴 我直接與眾欣賞 還講一句話 我說兄弟我對不起你 這兩年你的薪水追不到房價 那我接下來能做什麼 不好意思 我就拿我一筆預算出來 我去改變這個世界 或許我不一定有能做一些什麼 那我要做的就是我能不能再次引起蝴蝶效應 其實房價這個東西 他並不是說要想辦法去從現在一平五十萬三十萬去打到剩十萬 我們有時候去思考的是 那現有居住的人 如果若返現在有房子 你不應該希望你的房子會跌價 當然 那我們站在建商的角度 他可能會想說現在人力一直漲價 建材一直漲價 房子會漲很合理 那我也覺得很合理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如果他今天是一個比較豪宅型的 他想要賣貴 那其實就是自由經濟 我今天預算有兩千 我去找兩千的房子沒有問題 若返的預算只有一千五 那我們就找一千五的房子沒有問題 但是房子這個東西 他不應該是變成商品 若返問你一句話 你會不會去在意有人去炒作和牛的價格 這個問題還蠻深的 那你會在意 你會不會在意有人去炒作稻米的價格 如果今天有人炒作這樣 哪一樣東西會引起暴動 因為我不喜歡 稻米 對 我們不希望東西越來越貴 對 和牛是一個高經濟的 他是一個奢侈品 我可吃可不吃 但是你今天把米變很貴了 我要吃 我就會生氣了 對 我就會生氣了 那你說這個自由經濟市場裡面 你不可能去控制說 我要把和牛的價格打下來 不可能 但是你絕對不可以去把米的價格變高 對 你如果房子今天在實現 我們要控制 對 你在兩年前蓋 你明明就一千萬 那我可以透過的努力 我再存個兩年 我就有偷七款了 結果兩年後 不好意思 再多兩百 你哪買得起啊 所以這個部分一直在我在台中 為什麼台北有辦法把整個屯房稅推的很完整 為什麼台中不行 沒有辦法 因為這些人他完全沒有感覺 因為我覺得 那些現代議員我就有房子 我怎麼會有感覺 其實他們有試過 但是又被退掉 對 每個地方其實都是差不多這樣 我們其實都有看過 就有提出來 但是又被推薦 提出又被推薦 那些投票的人 就是自己可能至少有四五棟房子 他們當然不需要自己受害啊 就是這個狀態 其實每個地方都有 其實連立法院都有 就很無奈 這真的很無奈 我們看到這個 年輕人看到這個狀況 真的很無奈 沒錯 那你說社會住宅 以一個年收入一百二百三來說 要住 其實他還不夠照顧到更社會的底層 因為我們社會住宅 現在真的還不夠多 以男朋友為例 對 沒有這麼多 那未來如果有辦法去制定 說比如說更多戶 那又或者說比較弱勢的人 他可能在租金上又有更多的折扣 那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對 我剛剛就有提到說 其實我最終的夢想 就是我想要組一個 很強大的自庫團 自庫團 對 這是我的夢想 就是因為我不喜歡議員 最後淪落到一個到處去搞鬼 去誰家吃飯 你誰家的工技 對 你有沒有去跑了 沒跑你還打算選 這個是我不喜歡的 所以我才說未來我會希望說 我們選舉的經費是不是可以經過制定 像新北這次有通過一個 那個廣告的那個看板的融解 的那個財數 那我覺得這個不錯 未來台中可以贏 對 那我們就不會讓一些金權政治 一直這麼明顯 說我今天砸多少錢 我就一定會上 那就可以把這些貨制掉 也是一個市容美化 太平多可怕你知道嗎 有一個議員 大概你三條路你就抬頭看就一個他的 三條路就又一個他的 三條路又一個他的 而且 版面特大 還不是小的 是版面特大 看板 現在看板很貴 一個月都要兩三萬塊 而且他那邊要五萬塊 結果我覺得很奇怪 現任的議員都掛很多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辦法掛那麼多 地方可能就是喬出來的 有些可能根本不用錢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 地方新人要出來選舉很難 就是你還要跟他們喬什麼 那個選舉看板啊 這些其實都是一些美咖 美咖咖的 但是我對我們台中很有信心 對 我們 有沒有信心成立黨團 當然是有啊 我們一定要成立黨團 是不是 黨團是一定要的 因為其實台中我們在規劃 原則上是我們現在提出 現在總共有11個嘛 對不對 那我們的目標其實就是 做五光六想七 我們最美好的就是來由七個 不敢說我們要11個全上 但是我們已經集中火力到 我們五個絕對有機會 那我們也是朝著六席 七席去邁進 所以成立黨團對台中的 也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對 那我只是想要告訴民眾說 未來民眾黨在台中 一旦成立的黨團 我們的目標就是組一個 超強支付團 對 來替我們的民眾 解決所有事情 我們一定可以 超強支付團 超強支付團 對 每個的想法 然後把它集中之後 來做出一個更好的東西 讓呈現給大家 其實我上次去台中大眾中 我覺得最大的感覺是 我覺得台中的參選人 這幾個人都非常的團結 可能 我們很團結 對啊 你們大家感覺的感情都很好 可能因為三姐在 三姐的熱情 我們如果不錯會顯得我們 真的不夠樂視 所以三姐只要衣服在你們兩個 會打起來嗎 不會 是不會啊 但是因為我們 畢竟比較偏內向型的 我們兩個就會安靜下來 有內向嗎 你要騙人 我們會習慣 參選人要整形 我們兩個就默默的 就往旁邊走這樣 對 我很喜歡拉著他們一起走 其實我們昨天剛辦完一個 一個聯合的活動 對 我們昨天剛辦完 其實 有你說你很忙嗎 在辦這個活動 我們聯合的活動其實很好 可以互相加分 然後呢 可以讓 鄉親看到我們 對 比如說 假設現在是在我的選區辦 那 在我的選區辦 那太平 或者是西屯 或者是南屯過來 不會沒有票喔 因為每一個人 他有 各地方的朋友 對啊 親戚 所以聯合競選 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加分 所以我就盡量 我盡量可以的話 就把大家拉在一起 打個比方說 就像余山姐說的 昨天我們江河樹參選人 他辦的那個破水節的活動 其實因為大理與雾峰 他的大理其實相連的區域也很多 像南屯也有連著 然後東南區也都連著 包括我的太平 我太平也是不用 不用過一個橋 其實我們大理跟太平是相連的區域 連在一起 其實生活圈都在一起 所以附近的人都會過來大理這邊玩 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的人一起集中到那邊去參加這個活動 那當然 大家都會互相各自拉台 然後請大家說 各自回去幫忙宣傳 然後請給我們民眾黨一個機會這樣子 那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宣傳方法 宣傳方法 對啊 而且你們好像自己都會開直播嘛 在直播的時候 就大家可以互相串流啊 像你們都有找過洪安 那你們有因為拍那個部片 你還跟那個洪安 那個一起做那個七夕的影片 超Q版的 你們會這樣子被鄉民出征嗎 矮額 超Q版的 好 那我們今天時間其實差不多到 因為等一下你們還要去錄主席的節目嘛 大家今天謝謝台中三位參選人 余山姐 諾帆 還有一個新任 那我們今天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 拜託大家給我們台灣民眾黨 台中市 我們所有的參選人一個服務的機會 11月26號 拜託大家 葉諾帆 南丘瑜山還有洪新任 拜託 拜拜 大家